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有点过了 我就没说 他语气淡淡 这是我的工作 工作也不至于两个人脱光了接吻吧 我忍了忍 还是没忍住 带了些质问 场面一下有些僵住 秦澈吃了一声 土鳖 你懂什么 他把手机递给我让我自己看 哇 太有张力了 我馋了 行走的欲望轰炸机 这人是谁 我买骨了 男的叫秦澈 女的叫孟娇 都是专业模特 而且他俩还谈过 怪不得 这么侵略性的眼神 他好爱 偶尔有几条 秦澈不是在和一个制片人在谈恋爱吗 我记得男的有女朋友吧 这女的是前女友 这几条评论也很快就被夸奖的评论掩盖过去 甚至大家都觉得俊男美女 真般配 赵亭阳 心脏的人看什么都脏 我们不带情欲 这是艺术 别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 脱光了就是发生关系了 简直就是看到短袖子就想到白胳膊 又蠢又坏 秦澈几句话里有毫不掩盖的嫌弃 孟娇跟着讥讽了两句 老古板 都什么时代了 还裹小脑呢 艺术是不分性别的 我眼底闪过一丝恶心 把给秦澈的礼物丢在地上 你俩搞艺术吧 我嫌脏 秦澈脸色沉了沉 你什么意思 分手啊 什么意思 我挑眉 以后你俩尽情搞艺术 不过注意安全 定期去医院检查 免得太有才华 身上长花菜 孟娇指着我 你骂谁呢 谁揭察我骂谁 我懒得再理会 转身走人 后头传来秦澈朋友的声音 秦哥 快去追呀 这照片是有点过了 是啊 嫂子爱你肯定接受不了 没必要闹成这样 秦澈满不在意 一脸笃定 追个屁呀 分就分 放心吧 他爱我爱得要死 等着吧 不出三天 他肯定求着我和好 我脚步加快 怕忍不住给他两耳光 酒吧 震耳的音乐 发小催催把照片撕了个稀巴烂 用恶心道想吐的语气问我 赵亭阳 你眼睛瞎了吧 这种男的你 谈了两年 出去别说认识我 太窝囊了 我面前摆着三四个空酒瓶 人已经喝得有点麻麻的了 这两年 我是真心对秦澈 他个王八蛋 把我的心当垃圾一样 撵得稀碎 崔呀 你说是不是情一千斤 抵不上胸脯二两啊 我用手在胸前比划着 唇光榨露都没发现 靠在发小身上又哭又笑的 真是够了 做好 我去买单 等我回来了就回家 催催无奈 把我放在桌上靠着 起身走了 我乖乖地嗡了一声 过了会儿 我突然有些想吐 站起来往厕所冲 刚走两步 就撞进一个人怀里 熟悉的罗勒柑橘味道扑面而来 我拽着男人衣服看过去 对上一双寒情眼 黑色修身衬衣领口大开 银制项链露出来闪闪的 衬得小麦色肌肤更有光泽 猴结处已经有小草莓了 看着就知道刚刚有人作过 那人袖子挽到了小臂 伸手扶住了我 这不是新晋影帝沈签约是谁 他也认出我了 瞧瞧眉说 赵制片也来这里买醉 不怕影响巨播 我们俩刚合作完一部戏 他是男主 我是制片 焦急不多 还吵过一次 因为他榴莲花丛的性格 我怕影响巨播 特意让他注意点别被拍到 他嘲笑我管太宽 哈哈 好巧好巧 我装作听不懂 从他怀里站直了 没事我先走了 下次再聊 我脚下虚浮 左脚踩右脚又狠狠地跌进他怀里 甚至把他直接扑倒在一旁的小沙发上 他闷哼一声 神色微便敏唇说 别乱动了 我不听 扭着腰要站起来 翩翩站又站不稳 晃晃悠悠地紧贴着他 磨蹭了一圈 他深呼一口气 把我按进怀里 咬牙道 你故意的是吧 别蹭了 我一下感觉到了 莫名地有些情绪上涌 钳住他的下巴 张嘴就亲了上去 死 说是亲 不如说是啃咬 没有张法的吻 更显得欲望十足 几乎是瞬间 他就更换了主动权 伸手扣住我的后脑勺 撬开我的唇瓣 长驱直入 炙热的呼吸 伴着潮湿 胸的我几乎承受不住 等我胸腔里的空气被尽数吞进 我难耐地喘息着推开他说 不要了 他倒气定神闲 只是嘴角被我啃破 多了几分被蹂躏了的破碎感 原来赵志片有强吻良家富男的癖好 我调整呼吸 想着刚刚地吻 耳根子疏地下滚烫起来 我走了 猛地起身 干脆逃也似地跑了 沈千月摸了摸唇瓣 看着我跑的方向 眼神灰暗不明 半晌后 他发出一声轻笑 说了句 有意思 第二天下午 我头痛欲裂 几瓶烈酒的副作用比我想象中还大 电话一直响 我伸手接过 是我 沈千月的声音传来 我啪的一下挂了 几秒后 手机又震动 我又给挂断 嘀嘟 收到一张照片 男人略薄的唇瓣 靠近嘴角有一处微小的伤口 已经结痂了 是我昨晚咬的 打过来 短短的三个字配上图片 威慑力十足 那边传来一声音测测的冷笑 晚上五点半 南院接我 不要迟到 不然 他也不问我有没有时间 下了命令 带着威胁就挂了 我沉默着 恨不得给自己两全 六点半 腾河楼杀青大雁 大家看到我跟沈千月一起进来 都有些惊讶 不远处的琴彻铁青着一张脸盯着我 哟 今天出什么稀奇事了 你们俩怎么一起来了 王导调笑了一句 瞥见沈千月嘴角的伤口又问 嘴怎么了 被水咬了 我眼皮狂跳 伸手挽住沈千月 怕她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 场面一下变得有些奇怪 你俩 谈恋爱呢 王导摸不着头脑 还不等我解释 琴彻阴阳怪气地开口了 怪不得急着跟我分手 原来早就找好了下架 赵亭阳 你还真是一点寂寞也耐不住啊 我挑眉 我没找她晦气 她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 比不上你 脱光了拍照 跟前女友亲密无见 她没想到我会直接对她 被狠狠噎了一下 过往两年 我对她虽然说不上百依百顺 但就像她说的那样 有什么矛盾 吵架 肯定是我先低头 而且不出三天 就会求她和好 沈千月笑了笑 若有所思地看我一眼 我在懒得解释 找了个空位坐下 她跟着坐在了我旁边 按理说 男女主角应该坐在一起 但我也没心思管 心头闷闷的 有点后悔 把琴彻带进了剧组里 虽说模特转型演员 是很好的选择 可她不珍惜机会 还被刺我 恋爱脑都该判刑 酒过三巡 琴彻端着酒杯过来了 神影帝 我来跟你取取经 她眼神里闪过愤然 散发出丝丝浓烈的醋意 我眉头皱了起来 冷声 发什么酒疯 滚远点 琴彻脚步一顿 几乎破防 你就这么护着她 我问两句都不行了 我们昨天分手 你今天就把人带到我面前来 赵亭阳 你有没有良心啊 我就是太有良心 才在她跟孟娇纠缠不清的情况下 还给了她不知道多少次机会 少往我头上扣屎盆子 你跟孟娇衣服也不穿得拍照 我怕下次你们衣服也不穿得睡觉 我压低了声音 还是给她留了几分面子 希望她别得寸进尺 谁知道她竟委屈上了 碰了一下把酒杯放在桌上 大家都看过来 她张嘴就来 赵亭阳 沈千月的嘴是不是你咬破的 你们牵嘴了 还做什么了 你就这么离不开男人 刚分手就无缝衔接 扎女 我气得哆嗦 酒杯都拿不稳了 沈千月盖住我的手说 秦澈 你以什么身份问 前男友还是剧组闲杂无关人员 如果是前男友 你没资格问 如果是剧组闲杂无关人员 你甚至没资格待在这里 沈千月声音不大 但聚聚打脸 清澈脸色黑如锅底 难看得像是被人迎头打了两拳 最终她还是走了 只是我没想到她比我想象中还要恶心 宴会到了十点 已经接近尾声 我连着喝了两天大酒 眼神迷蒙 已经有些晕呼 脑子虽然清醒 但脚步又开始摇晃 去厕所的时候 总感觉有人跟着我 等我从厕所出来 秦澈把我拽住 别急着走 我一时不察 被她偷袭到 赶紧干呕着 要把东西吐出来 没想到她竟攀了上来 伸手就揽住我的腰 上下起手 凑近我耳朵 咬住我耳垂说 我看你今晚怎么求我 一股热意涌上 我挣扎着想推开她 却发现手脚已经软了 秦澈 你疯了 我声音也哑了 秦澈冷笑一声 还嘴硬呢 说完她 把我打横抱起来 转身大不留心地往外走 走了约末两三分钟 我的脑子越来越昏沉 只感觉要玩 在一个进电梯 和回宴会厅必经的拐角处 沈千月指尖夹着一根烟 抽了一口后 吐出些云雾 两人碰面都愣了一下 尤其是沈千月 见我被秦澈抱着 眉头梳地拧了起来 赵亭阳 她喊了一声 我迷糊间听见 想伸手 却连手指都有点抬不起来了 沈千月 我劝你不要多管 秦澈话还没说完 砰的一声响 她被一拳打歪 那一拳又快又狠 打得秦澈痛呼出声 我也从她怀里往下坠 沈千月伸手 把我稳妥地接住 我浑身发烫 烫到她手心上 她眼神瞬间阴沉 走过去一脚踢在 秦澈小腿骨上 顿时杀猪一样的嚎叫声响起 秦澈 这笔账我以后再跟你算 沈千月抱着我 快步进了电梯 按下富二后 静止把我塞进了她的车里 空调被她开到最大 吹在我身上强制降温 我脸色潮红 浑身发烫 冷热交替之下 略略发起抖来 沈千月见状调高温度 安抚我说 别怕 我们去医院 理智那根线被我绷得死紧 可她身上的罗勒甘菊胃 却一直传来 我咬住唇瓣 太过用力 竟渗出血来 她启动车子 把手伸过来说 松开 别咬了 咬这里 手指碰到我唇瓣 我张嘴含了进去 沈千月顿了顿 眸子暗沉下来 赵亭阳 你现在清醒吗 我点头吞咽 她沉默几秒 还是决定去医院 我黏过去 铺在她身上 胡乱亲着 耳朵 眼睛 鼻尖 最后落到她嘴角 像是在沙漠中 快可死的人 终于找到绿洲那样迫切 终于 她气息不稳地 把我推开 盯着我亲到 有些发肿的唇瓣说 赵亭阳 你清醒吗 知道我是谁吗 我不悦 皱眉开口 沈千月 亲亲 她又被我亲了满脸 这次她捏住我的下巴 把我往她怀里捞了捞 不给我逃离的机会 狠狠地加深了这个吻 十几秒后 都乱了 她抿唇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赵亭阳 医院还是我家 我黑黑笑了笑 摇头 都不要 去我家 第二天 卧室里只有我一个人 好像昨晚的一切都是一场梦 可浑身酸痛提醒我 都是真实发生的 我服额 这下算是全完了 几分钟后 她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醒了就出来 在里面高考啊 我深呼吸 换好衣服后 直挺挺地走出去 她看我这样 吃了一声 准备英勇就医 我敏唇 这人说的 没她做的一半漂亮 昨晚这事 我犹豫 要不 我赔你点钱吧 沈千月刚刚还正常的表情 疏地一下 阴了下来 手里水果刀 本来在切着苹果 趴一下切在案板上 发出闷响 我眼皮一跳 她转身朝我这边走过来 我小步地倒退 退到墙壁上 退无可退 沈千月压了下来 带着几分力气 低头看我 我想走 她却提前把手 撑在我侧边 结结实实地 把我虚揽在了怀里 赵婷阳 她咬牙切齿 你把我当鸭子 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 我跟沈千月 不欢而散 她早餐都没吃 丢下一句 从现在开始 24小时待机等我 否则 呵呵 她阴侧侧地笑了 把我的门甩得 震天响地走了 这事儿 算是解决失败 我眼神冷了下来 现在 我要去解决秦彻了 我先去了 昨天的酒店 重新去厕所 看了一圈 一直走到 碰到沈千月的地方 才看到一个摄像头 只能照到拐角 照不到厕所附近 看来秦彻是 看好了才下手的 我拿起手机 给发小打了个电话 喂 崔啊 上次你说 在秀场上 看到秦彻了 拍照了吗 听见那边的回答 我弯了弯嘴角 行 你发给我 挂了电话后 我又打出去 几个电话 估计秦彻就要 找我了 不出我所料 很快她就打来了 赵亭阳 你手挺长啊 把我接下来 六个活都给停了 拍摄的活 你也有人 我真是小瞧你了 我挑眉 我只停了 他剧组的活 脑子里浮现 一个人影 我笑了笑 也是牙字必报的 一个主 有点意思 秦彻惹上我俩 算是倒了没了 这只是开始 你放心 你后面再能 接到一个活 我照字倒着写 我冷笑 声音里充斥着厌恶 啪的一下挂了电话 她昨天这一首 真的脏到我了 我知道她最想要的是什么 热度代表的是 事业和钱 让她失去这两个 比让她死了还难受 下午 公司摩托部总监办公事 你让公司暂停 勤彻所有工作 唐瑶眉头微醋 也不跟我兜圈子 她跟孟娇那套 写真热度越来越高了 不出意外会登顶 公司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我知道你跟她 因为这件事情分手了 但是你因为分手 就让公司雪藏她 公报私仇了吧 而且我听说 她有几个活 都被你停了 差不多得了 得饶人触浅 我把照片给她看 她的表情有些变化 非要闹得这么难看 接私活的事 都要给她爆出来 没错 催催发给我的照片 就是勤彻街的私活 公司明确规定 合约期间不许接私活 当然 这事可大可小 小模特会被雪藏 可像勤彻这样正有热度的 唐瑶肯定会饱 不过 如果我执意要爆出去 她饱起来也会很麻烦 所以 我看到她把照片翻过来盖住时 轻笑一声 有伤有凉 我不想爆出去 我只是想用这张照片 换她一个月停摆而已 唐瑶犹豫了一下 我知道她在权衡 半晌后 她点头答应了 晚上 上次那个酒吧 我约了催催见面 她见我就问 怎么样 照片拍上用场了吗 我点头 我用那张照片 换了勤彻 一个月工作停摆 旁边有人吃了一声 接私活 一个月没工作 算不上严惩 语气里充斥着 就这 这就是你赵婷阳的本事 我瞥了沈千月一眼 进门我就看见她了 她不会不懂 我选这里跟催催见面 是为什么 她倒也不扭捏 静止走到我身边 算是接了台阶 不过让我意外的是 下午发生的事情 她这会儿就知道了 有点手眼通天 我本来想借催催的力 现在却改变主意了 笑了笑 跟她呼吸绕在一起 当然不算 她有热度 最大的严惩 无非就是解约 可是 让她解约 不是我的最终目的 我平静开口 她被停了六个活 知道我盯住她了 接下来一个月 热度一直在涨 她却接不到半个新活 她就知道 我盯死她了 她要没办法 就只能自己找出路 这种情况下 如果有其他公司 给她抛橄榄枝 以她的性子 不死死抓住 才有鬼 一方尚未解约 一方已经签约 来回一导手 违约金够她赔死 我要的 从来都不是 毁了她的事业而已 在公司看来 一个月没活 跟放假没差 可是在秦彻来看 这就是她被封杀的佐证 否则 她热度这么高 怎么会没工作呢 我轻声道 这一个月 只是我在公司 跟秦彻之间 打了一个时间差而已 我真正要的 是她主动违约 沈千月眼里 闪过探寻的光 像是越来越有兴趣 万一有人告诉她 雪藏就一个月呢 她要是熬过去了 你还有什么办法 探语气里带着笑 我随手跟她手里的酒杯 碰了碰 吞下一口冰啤酒后抬头 唇瓣还冰凉着 堪堪划过她的喉结 我没有办法 你还没有吗 她可比我还先出手 凭了秦彻的火 说了这么多 你不准备帮帮我 这句话落地 沈千月才真正笑开了 翠翠盯了我俩半天 神色犹疑 终于忍不住 把我拽到一边说 你们什么时候这么熟了 我犹豫几秒 还是老实说了 虽然极其简短地 把我跟沈千月那段一笔带过 但她还是立刻惊叫起来 你把她睡了 我捂她嘴 疯了吧 这么大声 你知不知道她是谁呀 翠翠是个小富二代 副业是摄影师 就是因为这样 她才会随意出现在秀场 将秦彻捉了正正 我点头 影帝吗 她嘴都极其沫了 她姓沈 沈氏的沈 我顿主 沈氏 鸭对宝了 我下意识问道 那她是不是很有钱 催催恨铁不成钢 你疯了 你把她睡了 她没找你麻烦 你还准备找她要钱 我摇头 笑了笑 沈千月的沈 是沈氏的沈 那她出手 这事必成 只是还差个机会 差个让她出手的机会 酒吧门口 我把催催交到她奶油手上 她俩走后 只剩下我跟沈千月 这一场酒 她盯了我全场 这会儿 视线还粘在我身上 我刚想开口 手机震动了一下 我点开 是秦澈发了一条信息 配了几张照片给我 有沈千月抱着我走的侧脸图 有我在车里向她索吻的正面图 都是摄像头拍下来的 真实性剧增 赵亭阳 你不让我好过 那就都别好过了 沈千月看了几眼 都看清楚了 我没犹豫 当着她的面 给秦澈打了过去 那边很快接了 语气里充斥着阴毒 笑了一声说 赵亭阳 我还以为你不知道怕呢 我冷漠 你想干嘛 我想干嘛 应该是我问你 你想干嘛吧 你先停了我六个活 下午又去找了唐总 你这是要赶尽杀绝呀 我嘲笑一句 你好像第一天认识我 秦澈 我说过了 你别想再接到活 那边顿了顿 几乎破罐子破摔 行 照片你看到了吧 我可拍到沈千月抱着你走了 你挺当啊 在车里就这么迫不及待了 你说如果我抱出去 你会不会被骂死 我冷声 秦澈 昨天是你故意 她打断我 声音像是脆毒的蛇 馋也要把人馋死 大家可不管因为什么 反正这照片里 你简直就是是个当副 小婊子 在车里就发情 她越说越过分 我胸口起伏 第一次气得厉害了 谁让你挺我的活的 你不让我好过 那就都别好过了 明天我这几个活没回来 你就等着被刘烟烟死吧 她胸有成竹 笃定我拿她没办法 虽然恶心 但她有一句话说对了 网友会在意这些事情吗 网友只会关注 沈千月身边的女的是谁 然后挖坟 我是圈内人 比谁都清楚 什么事荡妇羞辱 如果她把照片发出去了 我恐怕要遭遇一场 前所未有的网报了 我呼出一口浊气 看向了沈千月 心里想的却是 机会来了 她坐在驾驶座上 屈指敲着方向盘说 让我官宣你 秦彻的话你听到了 照片你也看到了 与其被她爆料 不如我们主动官宣 过段时间再分手 对你的影响也最小 当然我也不会被网报了 沈千月笑出了声 小骗子 我心头抹了麻 总感觉她在跟我调情 怕被网报是假的 想把我绑上一条船 才是真的吧 我不搭枪 有时候承诺也是一种回答 她凑过来 这样做我有什么好处呢 熟悉的山茶花味道弥漫 我意识到之前的那股柑橘味 不是她喷的香水 而是沐浴露 她早上在我家洗澡了 所以现在变成我的味道了 我几乎是不受控制地 想起了昨晚的热烈 而此刻 她的声音像脆了酒 我也像是昏了头 学着她昨天的样子 捏住她的下巴 把她往前一带 带到我眼前 我们几乎贴在一起 我不犹豫抬头吻了上去 不是蜻蜓点水 而是天雷地火 她弯了弯嘴角 任凭我亲着 半晌后 我气喘吁吁 她不动如山 我不高兴 你行不行啊 她低头堵住我的话 撬开我的唇瓣 一记深吻 片刻后 我被她吻得眼神发懵 她这才退开 亲了亲我的嘴角 启动车子说 好好学吧 小骗子 这晚 我跟她回了她家 第二天早上 沈千月穿着围裙 在厨房做早餐 太阳蛋三明治 皮蛋瘦肉粥 搭配爽口青菜 我挑眉 看她裸着的上身 围裙 根本遮不住的八块腹肌 夸奖道 秀色可餐 随手拍了一张照片后 用她的账号 at了我的 配文 早 刹那间 社交平台炸了 什么情况 沈千月跟谁在一起了 我眼睛是不是瞎了 影帝自己官宣 不是 这人好熟悉啊 是之前一起拍戏的制片吧 我记得姓赵 我放下手机 走到餐桌旁坐下 问她 你能不能再帮我一个忙 她把围裙脱了 随手揉到一边 从上往下 拢住我说 可以 你先帮我把衣服穿上 慢慢就很自然了 一直到早餐便午餐 我软绵绵地趴在她怀里 她才慢悠悠起来 穿上睡衣去乘了碗热粥进来 一口一口喂我 我边吃边美好气地说 下次咱们穿衣服 做饭好吗 正说着 手机响了 秦澈的电话 估计看到官宣了 我伸手接起 那边传来暴怒的声音 赵亭阳 真有你的 你俩早就搞上了吧 我冷笑一声 直接下了通牒 怎么 手里没东西了 那你听好了 秦澈 接下来我会用我所有的人脉资源 让你在这个圈子混不下去 那边想起愤怒的粗船 我不给她开口的机会 直接挂了电话 这样她才会在接下来没有工作的一个月里 由衷的恐惧她被封杀了 我跟沈谦月官宣后 她出手频繁很多 颇有一种 我知道你心思不纯 但我不在乎的洒脱感 我说过了 她出手 这是必成 而且在她的受益下 整个公司对秦澈被雪藏这件事 讳莫如深 上天无门 下地无路 秦澈不知道会被雪藏多久 会不会是永久被封杀的想法 折磨着她 有热度 却没工作 她都快疯了 终于 全面停摆 大半个月后 鱼儿上钩了 沈谦月专门找的 职业经纪人 给秦澈开出了她 无法拒绝的高薪高前途 如果是在之前 她肯定会犹豫猜疑 毕竟天上不会掉馅饼 掉下来的都是陷阱 但是现在 她还有得选吗 手里的东西 因为沈谦月 跟我官宣成了废片 再等下去 热度降下去 她就真诚废弃了 现在好不容易 有个公司 愿意帮她承担 所有违约金 她能不赶快抓紧吗 不过两天时间 秦澈就把合同签了 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正窝在沈谦月的沙发里 她勾我的下巴抹撒着 滴滴地开口问 这么高兴 我嗡了一声 当然高兴了 她完蛋了 说完我想起什么 看向她 对了 娱乐圈最近怎么了 我听说有点动荡 不会跟那晚秦澈手里的东西 有关吧 我心有余悸 如果那天不是沈谦月 我没准真就被秦澈 带走360度拍片了 她低头亲了亲我 这件事我已经处理好了 你不用担心 我还想再问 她却不答了 又急又凶地 稳跟雨点一样落了下来 今晚留下来 她咬了咬我的耳垂 声音音哑 我摇头 推开她说 明天我还有事 晚上回我自己那吧 她压下来 语气里带上一些黏糊 不要 明天你去哪里 我陪你去 我被她亲得痒痒 几个呼吸间 两人视线对上 我生出一丝愉悦 我生出一丝愉悦 点头说 好好好 你先起来 不要 她闷声说 又做起乱来 第二天早上 沈谦月把我圈在怀里 下巴搁在我头上 像熊一样 把我抱得严严实实的 秦澈就是这时候 打来的电话 她沉不住气 开口就向小人得志 赵亭阳 你以为你找了沈谦月 做靠山 就能把我压下去了 我告诉你 是金字总会发光 以后我红尘顶流了 你小心着吧 我醒了 吃笑一声 故意刺激她说 你都被封杀了 还做白日梦呢 她恨恨道 要不是你这个贱人 我怎么会被公司血藏 等我跟傻茶公司解约 你看我怎么一飞冲天 我真是没忍住 笑出声来了 问她 解约 你赔得起解约费吗 你别想了 这辈子你就这样了 她冷哼一声 像是很有底气 解约费算什么 你记着 你现在怎么封杀我的 以后就等着 怎么被我封杀吧 我继续讥讽 我看你是没钱没工作 想红想疯了 她气着了 口不择言开始威胁 上次是你运气好 赵亭阳 你放心 你不放过我 我也不会放过你 你千万别落单 小心点吧 我眼皮跳了跳 还不等我开口她 就把电话挂断了 她还敢用这种下贱的手段威胁我 我咬牙 猛地一下坐起来 撞到沈千月的下巴 她撕了一声 却先揉了揉我的脑袋 毛毛躁躁的 疼不疼 我看她眼神清明问道 你都听到了 她嗨了一声 放心吧 不会有第二次的 我没说 她的安抚就先下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心一下安定下来 又靠回去准备再睡一会儿 突然想起 还有事要做 赶紧推她说 你送我去公司一趟 既然她合同已经签了 违约也生效了 那现在不得赶紧让她赔钱 沈千月无奈 捞住我说 别着急 再有几天雪藏就要结束了 我听出她的言外之意 心下了然 先让秦澈再蹦跋几天 要想让她亡 必先让她狂 几天后 公司那边传来消息 秦澈要跟公司解约 而在这前一天 我才刚刚接到唐瑶的电话 她说 秦澈跟孟娇的血针热度到顶了 她准备给两人安排工作 我真是笑死 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这抓马的一幕 沈千月也没再拦我 主动把我送到了公司 到了公司 秦澈跟打了鸡血一样 嚣张到不行 这一个月的雪藏 如果说她最恨的是我和沈千月 那第二恨的肯定就是公司和直系上子唐瑶 这会几个HR正在跟她讨论解约的事情 她却直接破口大骂起来 一群有眼无珠 见人下菜碟的狗东西 我要解约 破公司 迟早垮台 我站在拐角处 正好能看清全貌 拉着沈千月让她先等等 我想看看 秦澈能嚣张到什么程度 我看见她手上戴着僵尸单顿新款男表 推了推沈千月说 她跟新经纪人预支的三十万 估计就是这块表了 里外里预支的快百万了吧 沈千月点头 秦澈现在坚信 新公司会花大钱捧她 那可不 哪家公司还没赚钱 先给员工预支接近百万 娱乐圈是赚钱 但是只有顶尖的那一部分能挣到钱 秦澈被迷昏了头 真当自己是顶流了 光是这个钱 就够她还了 我继续看着 那边几个HR被骂得脸色不好 他们跟唐妖不同 没什么想留秦澈的意思 要想解约正常走流程就行了 现在被这样骂 都不太高兴 秦先生 你想解约 我们可以走流程 按照合同规定 别拿什么合同规定来压我 你们不就是想让我赔钱吗 笑死 钱而已 我有的是钱 你们等着呀 秦澈站起来往我这边走 我赶紧侧身 把沈千月拉到角落里 她伸手放在我脑袋后面垫着 怕我撞到头 看来她要打电话摇人了 但是我轻声问道 有些疑惑 但是我看了那个合同 上面的确写了 会帮秦澈付违约金啊 她笑了笑 气定神贤地开口说 合同上写的是 会替秦澈正常支付 上任公司违约赔偿 如果上任公司要起诉秦澈的话 这就是非正常违约赔偿 如果没办法正常解约 那她这边也算违约了 我眼睛亮了一下 那这岂不是双边违约 她嗡了一声 她今天闹得越大 后面被起诉的就会越快 我闷闷地笑了笑 戳了戳她的胸口说 别说了好像她不闹这一通 你就会让她顺顺利利解约一样 沈千月没否认 从她下场那一秒 秦澈就注定会背上高额违约金 而这一切都要拜她那晚的所作所为 那边秦澈刚摇完人 这边沈千月就接到了电话 她接电话也没松开我 似乎很享受这种贴在一起黏糊糊的感觉 嗯 带上法屋一起过来 还有她预知的那些款项一起写到合同里 挂了电话 沈千月牵着我的手说 走吧 去看最后一场好戏 正巧我们出去 就碰上了着急忙慌赶来的唐瑶 她见到我们 脸色微微变化 伸手向我示意了一下 我看了沈千月一眼 笑着说 唐总监有事可以直说 她捏了捏我的手心 像是很满意 官宣之后 我算是摸清了沈千月的性子 豪红又容易满足 唐瑶犹豫一下还是开口问 最近沈氏那边有意说过我们 是跟沈先生有关吗 我愣了一下 挑眉看她 沈氏要说过我们公司 思索了一下 我明白了 秦澈有热度 看之前唐瑶宝她的态度 就知道 公司不一定会彻底撕破脸 起诉秦澈恐怕是最后一步 万一秦澈在某个环节 幡然醒悟 主动退一步 公司没准 还会给她机会 这样一来 即便是违约 她也只会违新合同的约 后续万一吃到热度红利翻身 也不是没可能 沈千月这是花钱 让秦澈彻底再无翻身的可能 消息不够灵通 不是有意收购 而是已经收购了 沈千月云淡风轻 说出去的话 却让人大受震惊 我则舌 真有钱啊 这个世界上有钱人这么多 真的不能多我一个吗 沈千月像是看穿我 又捏了捏我的手心说 赵制片挣得也不少 第一部戏就管到影帝头上了 这是自第一次酒吧抢吻之后 他再次叫我赵制片 我被他言语的耳根子发热 甩甩手说 赶紧走吧 唐瑶步亦去地跟在后面 我看他脸色变了好几次 最后笃定下来 强倒众人推 这个道理太过简单 秦澈见到我跟沈千月一起 嚣张的表情露出一丝裂缝 不过很快又恢复原样 甚至更加洋洋得意起来 哟 两位也得到消息了 看来是封杀不了我了 急了吧 秦澈吃笑一声 表情里满是得意 唐瑶犹豫半晌还是开口 秦澈 赵制片跟沈总 根本没封杀你 你闭嘴吧 你就是他们的走狗 我热度这么高 一个工作都没有 还说没封杀我 当我傻子 唐瑶被他骂得黑了脸 催了一句真是个傻子 不再开口 秦澈以为唐瑶也怕了他 哈哈笑了起来 指着我跟沈千月说 看见没有 我解约了 我看你俩还能压着我吗 我都说了 我有热度 有的是公司 资本愿意替我买单 你以为你们很牛吗 告诉你们 流量为王 沈千月吃了一声 我第一次在他脸上 看到激进鄙夷的神色 他虽性格不羁 还带着些脾气 又是个娱乐圈混不下去 就回家继承家业的顶级富二代 可不得不承认 在演员这个专业上 沈千月做得很好 影帝头衔真刀真枪 一点水分也不掺 所以听见资本 流量为王几个字 他估计真的觉得好笑 秦澈顿住 像被踩了尾巴的耗子一样 跳起来说 你笑什么 那天晚上 要不是你把赵亭阳带走 我早就 沈千月眼神越来越冷 抄起桌上的水杯 整杯 泼在秦澈脸上 零散的茶叶 贴在秦澈脸上 让他看起来像个小丑 秦澈这次是真急了 也不管沈千月的身份背景啊 拽住他的领子就要挥拳 立刻被人拦了下来 是秦澈的那位新经纪人 他看着经纪人拽住他 露出一丝迷茫的神色 杰森 你干嘛 接着又走进来几个公司的人 唐瑶看秦澈还不懂 无语开口 公司根本没封杀你 你傻呀 要封杀你 你那写真热度还能涨 你早就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好吧 现在你热度登顶了 马上就要给你安排工作了 你却在合约期 跟别的公司签了合约 已经违约了 违约金至少七位数 秦澈慌了一下 拉住杰森的胳膊说 杰森哥 你说过会帮我付违约金的 现在你付了 我的热度 你们公司马上就能迟到了 杰森回头看了一眼沈签约 秦澈脸色立刻白了 你看他干什么 合同上不是写着的 下一秒 我们公司法务进来了 秦澈 你在合约期跟别家公司签约 把你的写真授权给其他家公司使用 已经侵权 现在公司要起诉你 秦澈彻底慌了 只能向杰森求救 杰森却拿出合同说 如果你被起诉的话 不符合合同上的正常解约流程 公司没办法帮你支付违约金 不仅如此 你还要赔偿公司 被其他公司起诉的风险金 还有 你预知的所有款项 也会一并生效 我建议你 最好先跟原公司沟通 秦澈被说昏了头 可再蠢也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立刻冲过去 握住唐瑶的手说 唐总监 我只是想和平解约而已 走正常流程 赔多少钱给公司 我会赔 没必要闹到起诉这一步 唐瑶摇头 推开他 看着沈千月说 沈总已经收购了我们公司 起不起诉 你不是我说了算的 一直到这句话落地 秦澈脸色彻底灰败 看了看沈千月跟我牵着的手 拒绝接受到 怎么可能 你再怎么牛 也就是一个心进影帝 一个影帝 一个制片 都是圈内人 怎么可能有钱收购一家公司 我见他不肯相信 轻笑一声说 不仅这家公司 你的新公司也姓沈 杰森站在沈千月身边 一切都大白天下 只有秦澈又惊又惧 恍然大悟一样说 是你们 你们给我下套了 赵亭阳 你好狠毒的心啊 我们不过分手 你就要这样打压我 把我逼上死路 我吃笑 他竟然还不知道 最大的问题出在哪里 我还没开口 外面进来几个警察 四处看了一下问道 哪位是秦澈 我们接到举报 你涉嫌参与违禁物品贩卖 跟我们走一趟吧 秦澈轰的一下 垮在地上 难以置信道 怎么可能 那些东西是大老板 不可能被查到 他总算清醒过来 知道这一切 不是因为分手 而是因为 那晚他的行为 已经违法 其中一个警察 听见他的话 神色肃穆 没有什么 是不可能查到的 说完 他走到沈千月身边 沈先生 多谢这段时间 你的鼎力支持 有什么事 我们后续在沟通 沈千月伸出手 和他握了握 这是守法公民 应该做的 我弯了弯嘴角 第一次感觉到 有人护着 把所有事情 都做到最周全 是什么感觉 真的太爽了 秦澈被带走调查后 我问沈千月 你早就准备 让他进去蹲了 他点头 背上巨额违约金 是一步步地 推着他进套 进去蹲 是他应得的 我闷声笑了笑 是啊 这是他应得的 那天晚上 他就应该指导了 又过了三个月 有几个学术专家 把琴彻那套写真拿出来 当作反面教材 引发了一波热议 艺术 到底该不该沾染颜色 这个问题被推上热门 某天晚上 沈千月问我这个问题 我叹了口气 艳足道 我是不懂什么艺术了 我只知道 什么叫做享受 说得不顾 10 好